12月26日,广西柳州动物园为日本出生的大熊猫明邦举行12岁的生日宴 来自广西各地的猫粉和柳州市南淮路小学的师生一起为他庆生,并送上国画和书法等礼物 活动现场,来自广西各地的猫粉在展板上写下了对明邦的祝福 随后,在老师们的鼓针和琵琶的伴奏声中 20名小学生有的用毛笔书写《明邦生日快乐》,萌萌哒等祝福语 有的拿起画笔,画出明邦憨态可惧的样子 作品完成后,齐聚熊猫馆室外运动场,高呼《明邦生日快乐》 与此同时,饲养员猫爸猫妈们也开始为明邦准备冰蛋糕和苹果烤串 而这也是明邦的最爱 他可会吃了 有竹笋的时候,绝对不吃竹子 有苹果的时候,啥都不吃 今天的话,我们准备的这个生日蛋糕的话是很传统的 还是冰块的,他喜欢玩冰块 另外加上那个窝头做的12的数字 比较有特色的是一个,之前我们都没有用过的事了吗 是这个成都烤串 四川是大熊猫的故乡嘛 然后成都烤串就特别有名,我们就做烤串 郡社大门一开启 大熊猫民邦大摇大摆直奔特制冰蛋糕和串串 享用美食时,偶尔抬头卖个萌 让粉丝们惊叫不已 看到大口吃着串串的民邦抬起头 粉丝汤动员也相机定格下着蒙太十足的瞬间 像汤动员这样的粉丝还有很多 赵家亮介绍,熊猫12岁,约相当于人类的40岁 每年民邦生日期间,会有大批来自国内外的粉丝前来看望他 动物园也会为他办一个生日宴会 今年是他在柳州的第六年 每年给他不同主题的生日的话 也是希望他每一个生日都有不同的记忆 然后也让参与的志愿者猫粉 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有不一样的新鲜感 所以每次我们都会变法子给他办生日 据了解,民邦诞生于2006年12月23日 其父母是旅居日本白冰动物园的永明和眉妹 2013年3月,民邦来到柳州 与其一起到来的还有鼠林,均为雄姓 未来,他们还将在柳州市继续生活5年 所以我们已经不在柳州市继续生活5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